马上来看一下今天的头条 小虎跟我说他也是相当的任性 那么前段时间关于任性是一个非常火的网络用语 我也特意查了一下 说是先有钱才能任性 所以2015年的央视的广告招商大会也是刚刚结束 所以各大卫视也开始他们节目的招标 招商这些吸引金主的活动 在这些活动当中呢 一个个天文数字也是让我醉了 那么今天呢 我们小库就为大家一起来盘点一下 娱乐圈当中那些吸金的广告 点瞅着到了年底 各大卫视的广告捞金 呃不 是广告招标大会 也基本落下了帷幕 要知道一档节目是否火爆 绝对是跟他的收视率和广告冠名费成正比例 那既然说到了这红闪闪的money 想必你跟小库一样 最关心的还是哪个节目吸金最多 平丑芒果台的爸爸去哪第三季和江苏卫视的《非诚勿扰》 都和卫视拔得头筹 赚了五一块的独家冠名费 收的是盆满钵满啊 而同时芒果台的金牌节目天天向上 我是歌手 快本也是分别获得了2.5亿 3亿和3.5亿的广告费 都说现在的节目之所以拼制作 拼收视 为的不光是赚的粉丝的关注度 更是为了吸引商家 送来那亮闪闪的银子啊 明瞅就拿这次吸金最多的爸爸去哪和《非诚勿扰》为例啊 人家的吸金额就是浙江卫视爸爸回来了的三倍多 跑男的两倍 天天向上的一倍 想想在这热门节目中 您口播几次广告商的权益 突出几次广告的品牌 那知名度不远比在广告时段播出的效果好 可如果你说 怎么跑男现在不是很火吗 为啥冠名没有我是歌手的费用高嘞 别急啊 人家这部毕竟是第一季播出嘛 明瞅这已经播了两年或者两年以上的节目 像是《非诚勿扰》 从去年的2.4亿增长到5亿 爸爸去哪3.11亿增长到5亿 快本从1.93亿增长到3.5亿 天天向上从2.15亿到2.5亿 每个节目最少的增长幅度都是50%以上 从这个价值到了明年 想必一向跑男 一年级花儿与少年这些第一期就已经吸金无数的综艺节目 广告增长额还不得翻根都是的 暴涨起来 看到这小顾我弱弱的问一句啊 芒果台的老板们 你们那招不招个点钱的主啊 有钱一乐 有钱就是任性 城里报道 登陆优酷上传你的脑力挑战视频 请有机会成为优酷牛人 参加最强大脑第二季 和顶尖脑力题材面对面 大脑一最牛帮你上头条 火热招募中 爆料 杭材面对面 身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